今天我们来吃曼哈顿的一家牛排馆 谷歌上面5200多人给出了4.6的评分 餐馆的名字以及地址在信西兰 这家馆子在熟成牛排馆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很多网红都推荐过 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他们放牛肉的这个仓库 全玻璃的 排队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欣赏 我们点了两个套餐 一个30刀 一个48刀 然后还加了一瓶瓶装的矿泉水 因为不喜欢喝自来水 餐前小面包一般般吧 要么太甜要么太硬 香还是蛮香的 开胃小菜是份沙拉 直接是半颗生菜切到里面的 然后配的是起司以及培根碎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吃 另外一份套餐配的是这个蛤蜊汤 也很好喝 这份是30刀的那个套餐里面的琉璃剂 肉质非常软烂 很好嚼 土豆也非常的香 关键是都很入味 对于29刀的套餐来讲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天花板了 分量也很足 火候把握得非常好 味道也调得不错 因为是俗成的琉璃剂肉 所以非常的软烂 很好脚 看着这么大一坨 放在嘴里一下就咬烂了 这个是升级款的那个套餐 48刀的 配的是一坨没有切的琉璃剂 然后一坨土豆泥 说实话这个比之前那个贵18刀 但是并没有之前那个好吃 它可能是因为没有切吧 肉里边不是很入味 再加上整个份量好像也少那么一点 土豆里也显得有点利 没有之前那个烤土豆那么好吃 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套餐要贵18刀 餐后甜点的这个冰淇淋非常好吃 巧克力的味道很浓郁 另外还点了一份cheesecake 这个就显得很一般 就是一个普通的cheesecake 没有什么惊艳的地方 那我们下期有点准硬的 没有什么看法 没有什么看法 没有看法